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航母网友们关注的警戒消息 Strip Woman Fighter女高中生版本 10月7号,MNES宣布将会制作超高人气综艺节目 Strip Woman Fighter的女高中生版本 Strip Girls Fighter 而评审则是由Strip Woman Fighter各队的队长以及舞者们来担当 比起Strip Man Fighter,这个应该会更有趣吧 百分之百会故意让爱毒恋习生出演吧 女高中生不怎么样,应该都是非常想当爱毒的孩子们吧 怎么样都好,就是不要把孩子们做成恶魔剪辑的牺牲品就可以了 变性军人胜诉 在今年3月,因接受变性手术而遭到军方勒令退伍的22岁陆军佩妮署 昨天传来了令人安慰的消息 10月7号,大天法院审理了 佩妮署对陆军参谋总长所提的撤销退役处分诉讼 并判处原告胜诉 法院表示,军方当初对佩妮署做残伤坚定时 她的性别已是女性 所以按照男性的标准设定残疾病不妥当 因此退役理由不成立 对于这个判决,韩国网友们的反应非常负面 是以男性当面后变成了女性 就应该以女性再次从军 不想当男人,却想留在军队 只想吃甜的,不想吃苦的 想得到一个,就得失去一个 军队什么时候开始可以随便改性别了呢? 陆军应该要上诉 韩国女演员IG粉数第一 随着韩剧《欧京儿Game》的爆红 剧中演员的海外人气也是不断上升 其中女演员陈霍仁 在欧京儿Game开始前的IG粉数只有40万人左右 但是现在已经暴增到1450万多 超越了一层羊从也有 刷新了韩国女演员的最高纪录 我也有追踪,太有魅力了 看IG照片的话就会想要追踪 还有是2365万 苏集也有1656万粉丝 是因为歌手兼演员所以没有列入吗? 不过,乔红羊也是模特出身啊,可可 最近在SM流行的演技 最近在SM流行的演技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不怎么样 真想砸了这个眼镜 只有我觉得很漂亮吗? 反应怎么这么不好? 这眼镜平时戴的话怎么样呢? 如果送大家这副眼镜的话 大家能戴着出门吗? 爱与回归 爱与将在10月19号凌晨零点 以兴起Strawberry屋回归 出演《黄昏夜朋友》 《参数家族》等韩剧 大受欢迎的演员薛吉尼 10月8号 因违反防疫规定 在非法营免的酒店喝酒喝到半夜 在现场被警方逮捕了 对此薛吉尼将通过经纪公司表示 为了与朋友安静的聊天 就去了朋友接受的地方 但是没想到那里是非法营业的场所 对于自己没有确认好防疫规定 无知的部分 真心感到惭愧 接日起会中断活动 自我反省 安静的聊天 既然要安静就在家喝吧 谁会为了安静的聊天去那种酒店呢? 不要再说什么反省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非法营业的酒店变成了对话的场所呢? 差一点就成为PickPing成员的一个人 韩昌苏 韩昌苏学生时期 与吉地太阳一起度过了利息生时期 在PickPing正式出道之前 韩昌苏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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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这三个人的姓所组成的韩昌苏 已经就有了粉丝团 根据有关人士表示 YG本来是要以 韩昌苏四个人组团出道 但是在出道之前 希望能以课业为优先的父母亲的强力反对 韩昌苏离开了YG 之后进入了韩国的名门大学 韩昌苏学校美术系后 现在成为了金属生活设计师 韩昌苏 真的是回忆啊 有犯PickPing的话 不可能不知道昌苏的 从YG出来后 在学业上真的有很努力 结果在自己的领域也成功了 既然在这里看到韩昌苏 KKKK Temming胖了 目前正在伏编音的 Shani Mane Temi 最近接受了病务厅的采访 透露了在军中的生活 因为每天都过着规律的生活 所以就胖了10公斤 Temming胖了10公斤啊 KK 但是还是很可爱很帅气 是巨人语气 但是很像小孩子 好生气 不是粉丝都觉得很像是小孩子 不是粉丝都觉得很像是小孩子一样 Temming这辈子应该都会很可爱的 PBG 有犹豪的亲国 Una,Sinbi,Omji三人所组成的新女团 将以Una的本名 Umbi的P Sinbi的本名 Umbi的P 加上Omji的C PBG为组合名进行活动 然后最近也公开了PBG的概念照片 Kia PBG加油 孩子们都太漂亮了 因为成员们都一样 很像是小女友的小分队 所以很高兴 PBG组合名跟他们很相配 很可爱 真的等太久了 爱你们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